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就做好了 这就是我的新发明 镜子 错 这不是普通的镜子 这是能够看出自己未来十年后样貌的镜子 老板以前也用过魔镜来骗藏鼠 你不是又用这一招吧 以前那个是骗人的 但这个是真的 是我精心研究出来的高科技镜子 让我找找看 这么神奇 没想到我十年后还是这么帅 快给我 没想到我十年后依然这么潇洒 天呐 我十年后竟然变成这样 乌鸦鸦鸦变丑小鸦 当心嫁不出去哦 没想到短短十年 我就由青春美少女变成老太婆了 难道女生真的老得特别快吗 我早就说过 这次我的发明会让你们恐惧的 都怪你发明这种不三不四的镜子 我将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了呀 我不管 你要想办法保住我的青春 要不然我就跟老板说你欺负我 有办法了 生命在于运动 只要你每天在这逃步机上跑上十个小时 跳升一百下 在这胡拉圈一圈圈 十年之后应该能像现在一样青春了 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好了 这次又有生意做了 天啊 我不想变丑小鸦呀 我还没嫁人呢 今天这个妆好像化得淡了一点 娇娇虎 你都嫁人了还这么青春 一定是有什么美容秘诀吧 这个当然了 本小姐的化妆技术可以使我青春常驻 要是学会娇娇虎的化妆技术 就不怕变老了 我不信 什么 那我不得不让你见识一下 搞定 鬼啊 鬼啊 怎么样 有种带缸还充满着原始的野戏 这就是我们老虎的粗壮之美 我长天使了 再见 谁还懂美容呢 柳柳珠 你的皮肤这么好 我做梦也想变成你这样啊 有什么护肤秘诀吗 有啊 先吃个苹果吧 难道要陪她吃东西 才肯教我护肤秘诀吗 哎呦 柳柳珠别耍我了 快教我护肤秘诀吧 已经教了呀 秘诀就是不停地吃东西 什么 不停地吃东西 才会像我这样白白胖胖的呀 太过分了 嚼嚼虎和溜溜猪这样欺骗你 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都看见了 没错 凭往多年销售美容品的经验 可以肯定 他们的美容方法是无效的 没错 可以肯定 只有我的还我漂亮丸 才是当今市场最有效的美容品 不知道可不可以保住十年的青春 十年的青春 开玩笑 最起码二十年 就算你活到八十岁 也像十八岁的样子 哇 赶快卖给我吧 成交 怎么我不觉得自己变年轻了呢 要保持十年的青春 当然要吃十年的药 十年 没错 这里是十年的分量 我给你一个优惠价 只要你按锡服药 十年后你肯定会非常的感激我 真的 十年后你找到我再说 刚才是吃了一点药 可以用那镜子看看十年后有什么效果 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怎么比我之前看到的更丑啊 你这个什么玩 肯定是含钱量超标的 糟糕让他察觉了 你马上给我消失 请听我解释 你还没给钱呢 消失 到底哪一种花有美容效果呢 都摘回去 都摘回去 让园长帮我分担一下吧 乌鸦鸦 好消息啊 你这个奸商还敢回来 想不想保住你的青春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你可以不信我 但你不能不信美容专家小唐蛋 小唐蛋 对啊 他那么还漂亮 一定懂得美容的方法 想知道他在哪儿吗 他在哪儿呢 我很辛苦才查探到他的行踪 怎么能随便告诉你呢 本公主 真的 小唐蛋 别跑 乌鸦鸦 不会吧 怎么今天连乌鸦鸦也触动张参鼠啊 救命啊 别跑啊 小唐蛋 唐蛋 我的介绍费 小唐蛋 跑这么快 不怕跌倒吗 乌鸦嘴也有好处啊 不用啊 好漂亮啊 这是本公主吗 你十年后还这么漂亮 一定是懂得青春常驻的秘方 十年后 没错 这是爱搞试探发明的镜子 能照出你十年后的样子 没想到十年后竟然比现在更漂亮呢 快把你的美容秘方给我 快把你的美容秘方给我 什么美容秘方啊 你自己十年后依然青春漂亮的秘方啊 你十年后的样子怎么了 让我看看吧 不准看 你不把秘方说出来 我就将你捉回去做成仓鼠罐头 糟了 这下该怎么办啊 有啦 其实这兰花就是我的美容秘方 只要你把这兰花吃掉 十年后也和跟现在一样漂亮的 是不是真的呀 要不然我怎么会出来采花呢 你要是想保住青春 就趁新鲜把这花吃完 晚了就没效果了 来吧 镜子我帮你拿着 好 你的秘方最可信了 现在你再照照镜子看看 太好了 我终于不会变成丑小鸭了 乌鸭鸭 你上班了 这才是可以照出十年后样貌的镜子 粉公主真漂亮啊 哦 原来还可以看到二十年 三十年之后的样貌 试试看 啊 哇 怎么会这样呢 每个人都会变老 其实有什么好担心的 老有老的可爱呀 老有老的可爱呀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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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彩虹映照着最不幸的快乐 软软的烟的最神秘 记下了水的甜蜜 是最最神奇最耀眼的爱 滴滴溜达达远远的眼睛 看到的世界最清楚透明 一二三转个全新 幸福多一点开心每一天 滴溜溜达达远远的眼睛 看到的世界最清楚透明 一二三转个全新 幸福多一点 钱财好比了远